大家好,今次我最難分享的是提魚牛油意大利麵 這個食譜是非常之簡單好吃的,我整天做的 我今次用天使麵就10分鐘內完成,是真的10分鐘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天使麵,你就用其他的意大利麵 看片之前想提一下大家,如果大家看完影片是喜歡的 請到我頻道頁面先按訂閱,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這個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首先買一些番茜,洗乾淨抹乾水,然後就切碎他們 現在選擇頂,帥帥仔仔一塊,最後做裝飾用 其餘那些就切碎了,用兩條就夠了 當然你喜歡可以再加多一點 記得買一塊葉的番茜,不要買一球球 一球球那隻就裝飾多,如果真的用來煮,多數都是用這隻 新鮮的番茜就真的有一個清香的味道 跟乾的那些就不能相比 當然如果你不會整天買到新鮮番茜的話,你就用乾的番茜去代替 但如果買到新鮮的就用新鮮吧 然後兩反蒜頭就切片 或者你喜歡切融也可以,但我又喜歡咬到蒜頭片 然後紫天椒就是切粒 鏡頭拍著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個提魚Enchophy 其實它是一些用油浸著的鹹的提魚來的 小小塊小小塊,因為提魚都是比較細條的 我平時會放夠三塊的,即是25g 但是不幸運了,我這次已經用完了 我又忘記買了,所以我就先放兩塊 但是大家煮的話,記得放三塊 25g就好吃 然後把提魚切碎 基本上都很軟 我拿給大家看,它有些油浸的 灌頭沙甸魚的質地 當然它就香很多 你煮意粉或者混沙甸魚,甚至我試過用來做中式菜 我試過用它來炒油蜜菜,都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這些Enchophy 也有一個俗稱叫做鬼撈鹹魚 我還記得我吃過有一個Pizza,有Enchophy也是很香的 其實它真的用途很廣泛 不過可能亞洲人就少一點用 好了,切好了,讓大家看看 準備一塊母鹽牛油,12g左右 材料都差不多了 今次我用的意大利麵就會用到天使麵,即是Angel Hair 我一個人吃就四份一包,125g左右 包裝上建議煮兩分鐘,但是我這些Authentic主義者來排不聽話 所以我將會煮它分半鐘 我找這些麵出來給大家看,它真的很幼 所以英文名覺得很好,天使頭髮 由於它是這麼幼身,所以煮的時間都不能太久 煮意大利麵,其實最好就有兩個爐頭 一邊煮滾水,用來煮意大利麵 另一邊就準備一個鍋 用來煎炒一下 材料 例如今次就是 蹄魚和蒜頭 我今次也是容易結鑊,所以就先下橄欖油 然後再加上母鹽牛油 然後才開中火燒熱 因為容易結鑊也是那句,先下油才開火 不適宜乾燒 如果你不喜歡牛油可以不加 就這樣用橄欖油也可以 但我覺得牛油撞蹄魚的香味都不錯 見到牛油用完就可以加蹄魚 轉回中小火 慢慢煎炒一下,將它們煮香 如果大家覺得火太熱就轉回小火 如果大家覺得火太弱,又轉回大一點 總之在中小火徘徊 煎炒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 就可以放蒜片和自天椒 火力也是維持在中小火 因為加了蒜片之後 有機會比較容易焦 所以就不要太大火爆炒它們 我們用煎炒一下的方法 煎炒大約一分鐘 基本上現在你都會聞到香味 蒜頭和辣椒都煎炒了一分鐘之後 現在可以準備煮天仕麵 因為天仕麵熟得快 平時會一邊煮意粉一邊炒那些料 今次反過來 先炒了些料,然後才煮天仕麵 剛剛就放了半匙的鹽 大約3g 然後你就 加個天仕麵 這次我就懶用小煲 所以天仕麵一落水就要屈起 其餘沒有碰到水的水 將它們屈起水 然後才算分半小時 其實煮意粉裡面用大一點的煲好一點 散下去就是 但有些懶人方法就用小煲頂住 天仕麵就用中火煮它分半小時 現在兩邊就各自各運行 其實煮意粉十個有九個都是這樣的 一邊就煮意粉,一邊就炒東西 現在就把煮好的天仕麵加入鑊 然後就炒勻它們 接近完成的了 是不是很快很簡單 所以我是認真的 就算計算切東西 也是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吃得了 麵下了這個鑊就炒幾下 麵跟牛油、蹄魚、蒜頭辣椒的味道 拌一拌 先煮它 然後可以加鹽炒勻它 不用加那麼多,加六份一匙就夠了 因為蹄魚本身都有些鹹味 然後加番茜碎炒勻它就完成了 其實心碎青的朋友可能看到 其實我這次就加了番茜 然後才加鹽 我剪片都想剪給大家看 就是要加鹽 然後才加番茜 因為如果大家心碎青應該看到剛才我下鹽的時候已經有番茜在這裏 大家記得要下鹽炒勻 最後才下番茜炒勻 炒勻番茜之後 就像現在就可以關火上碟 即是不要騙大家 10分鐘就可以吃得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那麼簡單又濃味的 提魚牛油意大利麵 請 讚好 分享 留言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 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簡簡單單都可以好好味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